第106节 又一个人头掉在路中间 一个年轻的普兵跳下爬里 双脚一夹就如同猝鞠一般 把人头夹了起来 没等落地呢 凌空一脚就抽在人头上 他忘记了现在是冬季啊 人头在路上动了一个多时辰了 早就和石头一样了 云叶皱着眉头 等普兵发出惨叫 果然呢 惨叫声传来了 声音很凄厉 惹得众人是哄堂大笑啊 闭上眼睛 云叶不敢想象 在自己以前的生活里 马路上不停的出现人头 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路边的石头下面压着什么东西 普兵们好奇的上前观看 这些天 沉默寡言的狗子 一下子趴在路边狂呕起来 云叶把头扭开 不去看 他担心呢 自己睡不着 这叫牛乌龟 把人的四肢啊 用木蝎子盯在地上 身上呢 压一块大石头 开始啊 他还可以呼吸 过一会儿啊 他肚子里的气啊 就会越来越少 那石头呢 把气都挤了出来 这人需要呼吸啊 这每吸一口都需要用尽全力啊 这人呢 不是被石头压死的 是被活活累死的啊 五脏六腑啊 都会从嘴里吐出来 侯爷 您时常不在军中 上次在拢诱 侯爷又怕你不适应 这些事你都不知道 成东见云叶脸色难看 就开口开导他几句 没想到开导完了 这云叶的脸色更差了 军队他就是暴力机关 不是可以心思手软的地方 云叶很清楚自己的弱点 所以呢 他尽量的避开战阵杀伐 就是不想看到人头滚滚的现象 不论是谁的 历史上的破城比屠城还要可怕 屠城的杀戮呢 还有时间限制 破城的杀戮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不用想啊 湘城就属于破城而入 两天时间里 那里就成了一座空城啊 这好似一个杀人的世道 竭力在关中杀汉人 柴少就在草原杀胡人 没有道理好讲 杀人呢 就像割草 你割我的 我割你的 公平无比 杀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千年以后 千年以后还在继续 只不过杀人杀的更加有效率罢了 等到原子弹的出现 终于消停了 谁也不敢再杀谁了 因为这个时候 杀别人就等于自杀 历史就像一个贪心的孩子 趁着还没有人管教 就拼命的肆意妄为 杰力马上就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唐王朝 却要等到几百年后 才要付出更可怕的代价 宿命论 当初一回出现在云叶脑海里 现在的一切多么像是在走一个巨大的圆圈啊 从开始一直走到开始 循环不休 云叶就是圆圈外面的一只蚂蚁 一只可以看清楚整个圆圈的蚂蚁 他想让圆圈变成一条直线 却不知如何去做 力量上的差异让他感到绝望 还好 他还没有被圆圈同化 在踏入圆圈的最后时刻 停下了脚步 他睁大了眼睛 木然的看着路边悬挂着的尸首 仿佛那不是尸体 而是一串风铃 他要把自己的心磨练的坚硬无比 这种努力直到他看见那个牧羊女 就轰然的变成了一滩泥水 他带着自己的弟弟站在路边 伸长了脖子 见到云叶到来 居然害羞起来 把一串东西塞给了云叶 扭身就跑了 弄得云叶摸不着头脑 他弟弟冲着云叶大喊了一声外语 也跑了 不过牧羊女又跑回来了 在云叶的身上啊 搬捡了半天 最后看到了云叶的玉佩 握在手里满意的点点头 就跑了 全部的唐军都在瞪大眼睛 看着这个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女强盗 连一只哼哼唧唧的伤兵都伸长了脖子看 早就忘记了叫唤了 直到那个女子跑到山后面 众人才开始大笑起来 伤兵们笑得是眼泪洪流 一半是愉快 一半是痛苦 云叶看看手上的东西 是一串羊骨头 羊蹄子上的关节 早就被磨得油光发亮了 有一种沧桑感 侯叶 那女子喜欢你 把她的嘎了汗送给了你 就说明她非常的希望你去她家里提亲 她会一直等着你 侯爷 今不打算娶一个牧羊女 她弟弟说了 你要是赶不来 她就杀了你 承东解释完这些话 立刻喘着粗气笑了起来 她肚子上有伤 这场笑意让她痛苦无比 我亏大了 身上的玉佩 那是奶奶千挑万选才给云叶挂上的 价格一定不菲啊 尤其是上面还有云家的标记呢 卷云符 价格不会低于一百贯呢 想想玉佩 再看看手里的骨头 云叶把骨头揣进怀里 喃喃自语 亏了 亏大了 草原上的天气变化无常 刚刚还下着小雪 顷刻间就变成了鹅毛大雪 人的视线不过十米远 云叶再也分不清楚 哪里是大陆 哪里是草原 掏出直北针 从地图上找到了朔方的方向 只有慢慢前行 不能停 否则这样的大雪会泯灭掉所有的生机 慢慢往前挪吧 走得小心无比 前面突然传来一阵歌声 是少女的歌声 云叶突然下令 让随着歌声前进 全军戒备 刀出鞘 弩上弦 如果是敌人的陷阱 也好做出准备 一切都等到雪亭 才能见分晓 歌声时隐时现 却没有断绝 众人呢 就随着歌声前进 两个时辰以后 雪停了 前面 却没有唱歌的人 远远可以看见一座乌宝 矗立在那里 还有骑兵正从乌宝里飞奔过来 雪阻碍了马蹄 他们就下马跑过来 知道是成楚梦 云叶转身看不见唱歌的人 只是远远的听见一声 凄厉的呼唤 他说 再也不见你了 成东在那里翻译道 世上的事情 原来很简单 只是我们自持是万物之灵长 把他人为的复杂化了 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 这中间没有什么鸿沟之类的东西 就像是 牧羊女爱上了云叶 在他简单的头脑里呢 没有种族身份 长相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喜欢和云叶在一起 喜欢闻他身上的味道 觉得很舒服 所以呢 特地的洗了脸 还用血水洗了头发 阿妈说 汉家男子啊 喜欢干净的女子 他不喜欢洗脸 也不喜欢洗头发 因为很冷 风一吹呢 就会裂口子 太疼了 不过他太喜欢和那个身上好闻的汉家男子在一起的感觉了 咬着牙 用化开的血水洗了头发 阿妈给他梳了辫子 他拿出夏天从远处的山里采来的腌制花 把它磨成粉 在脸上涂一点 又拿一些抹在嘴唇上 看着锅里的水 水里的女子很漂亮 阿妈也说漂亮 是他见过最美丽的女子 他满怀信心的在路边等候 快要下大雪了 他们一定会往回走 要不然会死的 他有些担心 又看见他了 他坐在一辆没有轮子的车上 柔柔的看着自己笑 可是很傻 见到这么美丽的姑娘也不知道搭话 就在那里傻笑 汉家的男子都这么傻吗 还好我不傻 嘎拉罕是我从小就攒下的 每吃一只羊就攒一个嘎拉罕 现在已经可以挂在脖子上了 把嘎拉罕送给他 他就知道有个美丽的姑娘喜欢他了 为什么和阿妈说的不一样呢 他没有追过来 没有把我压在雪地上 他看不见我的美丽吗 瞎子 看不见美丽的瞎子 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 这次跑慢一些 他长得不壮 可能追不上 牧羊女流着眼泪 牵着一匹马往回走 他很委屈 一个高个子汉人 把马给了他 说是他的爱人给他的 马身上涮了好多的东西 说是爱人的回礼 原来他有妻子了 他的妻子有我好看吗 牧羊女掏出怀里的白色漂亮的石头 在脸上蹭蹭 回头看看身后白血挨挨的草原 这一趟出行 云叶尽量不去想惨烈的战场 他甚至有些逃避战场 一个正常人 不会喜欢人头滚滚 肢体横飞的环境 除非是心里扭曲到了极点 才会喜欢这种血腥的环境 能不见就不见 为自己脆弱的心灵着想 最好一辈子不要见到这一幕 再回到硕方 孙思淼对云叶没有一点好脸色 整天拉着个脸 不说话 也不理会云叶 在云叶发誓赌咒 以后绝不再伸出险境 方才有了一丝好软 柴绍接到了李静的严厉斥责 命令他必须死守 朔方不失 这是一个没有效果的命令 朔方的周围已经没有敌人了 最近的敌人刚刚被柴绍杀光 土于浑人 铁了人 笑话 大唐不去找他们的麻烦 他们就该偷笑了 还敢到老虎头上拍苍蝇 只是斥责 李静没有权力处置柴绍 不管是官职还是资历 他都没有资格 他似乎想通了什么 不再要求领兵出征 只是大肆的赏赐 随自己出征的将士 财务呢 全到了和少的手里 胖胖的大圆脸 只能看得见嘴 高兴的让人讨厌 牛进达需要出征了 带上他的两万将士 需要到阴山 这是李静的预设战场 也会是竭力的最终归宿 老牛没有等云叶回来就走了 他带走了所有的爬里 两万大唐辅兵 随他走向了新的战场 或许是云叶的行为激怒了李静 他和程楚墨需要去自口去向他报道 却把孙思淼留在了朔方 看着外面纷飞的大雪 云叶的心如同阴郁的长空 知道历史的他明白 草原战役是柴绍的最后一战 回到长安 他将转入文职 再也没有机会领兵出外了 云叶作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需要掉铃 柴绍考了一只羊 亲手考的 把云叶程楚墨叫过来 为他们践行 羊肉不好吃 除了盐就没有其他的味道 不过气氛很好 柴绍在酒席上还唱了歌 做了一首诗 程楚墨捂了一套剑法 最后呢 三个人都消停了下来 云叶突然想起了一个传说 那就是平阳公主到底是病死的 还是战死的 为何他的葬礼是以将军之力安葬的 不是按照公主的仪式安葬呢 想必柴绍知道 我大堂女子之中 晚辈最是钦佩平阳公主殿下 只是无缘得见 甚是遗憾啊 云叶在给柴绍敬酒的时候 特意问候了一下平阳公主 柴绍停下酒杯 对云叶说 如果没有内子的亡顾 一定会欢迎你和程楚墨 到家里与令武他们玩爽 可惜他英年早逝 叫老夫 好不心痛 可惜晚辈出事太晚 否则定不叫这样一位奇女子早早离世 晚辈听太子说起公主的时候 真是遗憾万分啊 柴绍眼睛都变红了 司声道 你们以为老夫强自出兵为了什么 那些突厥狗贼 趁人不备害死了平阳 劫力就是最大的祸首 有突袭他的机会 老夫岂肯放过 不将那些狗贼斩尽杀绝 怎能让老夫安心 让平阳明目 只可惜 相成一战 逃掉了劫力 这是老夫的千古汉事啊 明白了 全明白了 怪不得 作为军事家的柴绍 会犯兵家大计 私自出兵 不依不饶的 也要干掉劫力 原来这根子 在这啊 原本对柴绍的一些不好的看法 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这事如果出在自己身上 会干的比柴绍还狠 怪不得老城持重的牛进达 没有劝阻呢 还一心的支持 作为多年的老友 知道劝阻不会有半点的作用 与其让他冒险 不如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 老牛果然是最佳的朋友人选 宁可一起受责罚 也不明则保身 下次啊 对这老头再好点吧 也难怪这李静不敢用柴绍 怕他呀 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连累整个战局那就不好了 自己这次贸然出城 在这些老大眼里啊 一个愣头青的帽子算是扣定了 现在呢 还要在草原上再跑个一两千里地 祸根呢 都在城楚墨那里 回头呢 再找他算账 孙道长 您也看到了 这不是小子自己要出城啊 而是军令如山 违抗不得 文书上不是说 希望您留在朔方 等开春再回长安的吗 看着忙忙碌碌的孙思淼 云叶怕他再骂自己 连忙解释 这次是军令 老道当人没话说 我们一起去 至于文书 老道又不是当兵的 他李静还管不着我 孙思淼王八之气大发呀 赶紧让狗子帮着收拾 一起去最好了 孙思淼也就罢了 许静宗居然也占据了两个爬里 给上面铺了厚厚的羊皮 还做了个顶棚 完全一副出游的架势 老许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身体没有康复 从这里到自口路途遥远 你扛不下来的 好好待在朔方 开春了 再回去吧 许静宗现在看起来 没有什么威胁 云野不介意和他和平共处 云侯 你可是看错了我许静宗啊 要知道 我当年也是金戈铁马的奔波万里 你能去自口 我为何去不得 上次去乡城 要不是身体实在是撑不住 你以为我会留在朔方 我是你的府官 自然是你去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 这是职责 这混蛋和我讲职责 什么时候 他开始有职责这东西了 好 好 好